大家好,今天是奇幻观察师,我是唐峰 在众多类型的案件、推理书籍或悬疑作品中 密室杀人这个关键词始终是最吸引人眼球的 如果再加上完美这两个字 完美密室杀人就更加让推理爱好者欲罢不能了 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无懈可击所谓的完美犯罪 一点点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成为解谜的关键点 咱们今天讲的就是一桩离奇的密室杀人案 如果你不快进到结尾去看结果 那么就堪称是一起完美的密室案件 如果你跟着我去解谜 相信当你知道结果之后 肯定会回来惊讶地说上一句 死得很晕 那么当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先穿越回2010年 回顾这起堪比现实版柯南的 美国348号密室杀人案 伯蒙特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 是杰菲逊县的县城 1901年在该市南部发现了一个油田之后 成为该州最早繁荣起来的石油城 格雷格·弗莱尼肯 早年是远洋轮船上的轮机长 中年后 他觉得水利生意不好做 于是就上岸了 和家里的兄弟合伙搞了个公司 专门做石油土地租赁业务 他家住在距离伯蒙特 约两个小时车程的路易斯安娜州的拉菲特 为了方便打理生意 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通常是住在伯蒙特MCM雅之酒店 2010年9月15日 晚上7点左右 住在酒店348号房间的格雷格 正在和妻子苏西就公司财务报税问题 在网上进行了简短的讨论 随后两人哭到晚安 格雷格躺在床上吹着空调 准备享受接下来属于他个人的电影世界 隔天早上 苏西感到些许不安 因为他和格雷格虽然已经结婚多年 属于老夫老妻了 但依然是恩爱如初 每当格雷格在外出差 他早上都会打电话报平安 可是这一天 丈夫却迟迟没打来电话 出于担心 苏西就主动给丈夫打了过去 但是一直是无人接听 他以为是丈夫上班着急 将手机忘在宾馆了 于是就给丈夫的办公室打去电话 依旧是无人接听 他赶紧拜托丈夫的两位同事 去酒店查看一下 两位同事和酒店经理说明情况之后 经理带着总房卡 来到格雷格所住的348号房间 当房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三个人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了 只见身穿蓝色书衣的格雷格 头朝门面部朝下的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早就凉透了 他们报了警 叫了救护车 经医护人员检查 格雷格已经去世多时 警方也介入了调查 格雷格所住的348号房间 为酒店主楼旁边的一栋三层副楼 房间不大 客房门右手边是一个衣柜和穿衣镜 镜子旁边是浴室 镜门左手边摆有电视和书桌 正对电视摆放了一桩大床 格雷格的遗体俯趴在客房门和床之间 他左手的手指夹着一根燃烧过的香烟 在他旁边的地毯上摆放着一个行李箱 箱子边有他脱下的棕色靴子 和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 床上有一条白毛巾 毛巾上放了香烟打火机 烟灰缸 巧克力棒 手机和遥控器 靠近浴室这边的床头柜上 还有几瓶饮料 通过床上的痕迹来看 格雷格在去世前 应该是躺在浴室这一侧的床上看电视 妻子苏西说 格雷格的惯用手是右手 平日里抽烟也都是右手 而且他很喜欢吃甜食看电视 看上去 格雷格在去世前 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呢 而且正吃着甜食 喝着饮料 抽着烟 他怕弄脏床铺 还特意在床上 铺上了一条白毛巾 348号房间的门窗紧闭 且完好无损 完全没有外力入侵的痕迹 房间里也没有打斗气下 一切看上去都是井然有序 而格雷格身上 也只目测到 脸颊处有轻微的擦傻 身上没有明显伤口 在蓝色牛仔裤的口袋里 有一个鼓鼓的钱包 钱包里 有一碟百元美钞 他的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都还在房间里 后经核实 房间里没有任何财物丢失 所以警方初步排除了入室 抢劫杀人的可能 且从他的随身行李中 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违禁药物 看来习药过量而死也不太可能 随后 格雷格的妻子和兄弟们说 格雷格生前不注意养生 虽然他不喝酒 不暴饮暴食 但他酷爱吃甜食 又是一个老尖枪 经常咳得厉害 就这样 他还从不运动健身 也不做体检 所以 认识他的人都猜测 55岁的格雷格 因为长期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突发某种疾病而去世的 但是很快 这个猜测 就被法医给讽穴了 因为尸检报告 给出的结论是 他傻 尸检报告显示 格雷格身体表面 只发现了两处伤痕 一处位于他左侧脸颊上 有一英寸的伤痕 推测应该是倒下时 撞到地毯上造成的 另一处在阴囊上 是一处约半英寸长的裂口 伤势严重 导致他阴囊肿胀 周围水肿 瘀伤延伸到了复古沟附近 法医推测 应该是生前遭入猛击裆部形成的 解剖发现 格雷格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肠子 胃 肝脏 均有撕裂伤 肋骨断了两根 左心房上还有一个小洞 这种情况 一般多见于车祸 殴打 或者是被重围压死人的身杀 格雷格应该是在受伤30秒 到10分钟这段时间内去世的 综合检查情况 负责尸检工作的汤米·布朗博士法医 在尸检报告的死亡方式一栏中 写下了凶杀二字 既然如此 调查也就顺势展开了 查看酒店监控 9月15日下午5点多 克雷格回到酒店 就再也没有出续过了 因此 他不可能是出了车祸 他的房间 也没有能够造成如此严重内伤的重物 唯一可能的 就是他在酒店里 被人打成了重伤 但案发当晚 酒店的客人 并没有听到什么可疑动静 更没有发生什么斗殴事件 且格雷格为人豪爽随和 很少有人发生冲突 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他 那么到底是谁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酒店的维修记录显示 案发当晚8点半 酒店的工程部的一位维修工 修好了348房间的电路 酒店前台说 案发当晚 格雷格在房间用微波炉 加热预制爆米花时 可能是因为房间里的电器 开得比较多 线路过载 电闸保险丝被烧坏了 停电还影响了隔壁的349房间 维修工表示 他在维修电路时 并没有发现格雷格 有任何异常之处 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 当然 警方也怀疑过维修工是凶手 因为他有性犯罪事 会不会是他向格雷格 提出了某种特殊需求 遭到格雷格的言辞拒绝 他心存怨念 将格雷格给谋害了 但经过调查 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将维修工和此案联系起来 想来 维修工的口味应该也没这么重 格雷格隔壁的349房间 是一个标间 里面入住了两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电工 他们受雇于伯蒙特附近的一家炼油厂 这家炼油厂正在进行升级扩建工程 所以招募了很多电工 案发当晚 他们和另一位同事在房间里喝酒狂欢 停电事件发生后不久 他们去了酒店里的酒吧喝酒 凌晨后回房间时 听到从348房间里传出了咳嗽声 根据最先到达现场的三个人所说 他们打开348房间时 屋里的电视还在放 室内温度很高 空调没开 而格雷格的妻子说过 她丈夫怕热 贪凉 无论是在哪 她都会将空调温度开到很低 不开空调是不可能的 由此推测 格雷格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晚上八点半之后不久 因为保险司熔断之前 房间的温度一定很低 电路修好之后 凉爽的室温 有可能让格雷格忘记重新打开空调 而案发当晚天气温热 房间很快就变得燥热起来 怕热的格雷格却没有再打开空调 说明她在电路修好之后 在室内温度还没有升高前就已经去世了 那么隔壁电弓深夜回房 听到的咳嗽声又是谁发出来的呢 警方也曾怀疑过隔壁的几位电弓是凶手 或许正是因为断电扫了他们的信 他们决定报复一下 所以就暴打了格雷格 不小心弄死了他 然后伪造了现场 且不说这个作案动机有多么的愚蠢 单从物证上来说 这三个电弓的DNA 指纹还有鞋印 都没有在死者房间里找到 348房间根本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密室 警方在调查了几位电弓之后 他们确实在停电后不久离开房间 在酒店酒吧待到深夜才会到房间休息 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将他们与这起案件联系在一起 于是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 就暂时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警方调查了格雷格身边所有的熟人 但都是没有结果 凶手究竟是如何在密室里 将人杀害的成了一个谜 这一起密室谋杀案 在被媒体曝光之后 在美国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人们都想知道答案 格雷格的妻子也不例外 为此他还度外发布了一个 5万美元的悬赏令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 还是毫无进展 2011年 案发几个月之后 苏西经一位律师朋友推荐 去佛罗里达找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私家侦探 肯布伦南帮忙 肯曾经是纽约警察和基督局的特工 他在接到邀约后 以及看完案件相关资料后 欣然接受了委托 肯来到伯蒙特 与负责的警员接上了头 但死者格雷格已经火化下葬 案件房间也被打扫过多次 他获得的案件资料十分有限 肯决定先回案发现场348房间看一看 一番勘察 肯发表了他的观点 如果格雷格是在酒店外面受伤的 他没有时间回到房间 因为法医报告表明 他在受伤30秒到10分钟内 就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了 一般人是无法在内伤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还能回到房间稳妥地点上一支香烟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 他躺在床上抽烟时被人打了 凶手下手的速度很快 快到格雷格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至于他的遗体为什么会在地上 或许他是在被袭击之后 想下床开门求救 习惯性地将烟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腾出右手来开门 结果他下床没走两步就倒地不起了 肯给出了他的猜测 隔壁349房间的电弓显影很大 因为排除所有不可能 剩下的那个再不可能也是真相 此时 就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七个多月 两位电弓早就结束工作回到了威斯康辛州 但最棘手的问题还是没有结论 凶手是如何做到不留痕迹的让格雷格伸受内杀 苦思无果后 肯建议重新调查住在349房间的两位电弓 而在询问他们之前 可以先找当时和他们同在一个电弓组 一起工作的同事聊一聊 或许能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消息 同一组的电弓们都说 没听说过什么传闻 唯独小组的领班说 他听说过在案发当晚好像出现过枪声 而且他知道其中一名电弓手里 就有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 肯一听这个消息 突然灵光一闪 马上对负责调查的警员说 快 我们赶快回酒店 警员疑惑地问 回酒店干嘛 去房间里找子弹 两人匆匆回到348房间 将床上床下家具家电四周墙壁都仔细检查了一遍 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弹孔或者弹头 就在两人快放弃即将离开之时 肯意外地看到 客房门后的墙上有一个小凹痕 这个凹痕很容易让人以为 是门把手长期撞到造成的 但如果推这门一对比就会发现 这个凹痕偏离了门把手底墙的位置 仔细一观察 原来这个凹痕是一个小洞 洞口被塞满了牙膏 随即两人来到349房间 果然在相同的位置找到了一个洞 同样被牙膏补过 当堵在洞里的牙膏和纸巾被清理出来后 专业人员测量了小洞的尺寸位置等信息 初步认定小洞是一处弹孔 349房间的洞是子弹的入口 348房间的洞是子弹的出口 从349号房间用激光照射弹孔 模仿弹道后发现 激光正好照在348号房间 靠近浴室这边的床上 也就是格雷格去世之前所躺的位置 这个发现是出乎了所有人预料 据此推测 格雷格应该是躺在床上 边吃零食边看电视时 被子弹击中去世的 子弹从他的下体进入体内 最终留在了身体里 所以现场才没有找到弹头 但问题是之前法医已经明确说过 死者是车祸殴打 或者是被众物压制死的 不是什么被枪打死的 肯和案件负责人带着这个发现 找到了负责尸检的法医布朗博士 此时格雷格的遗体已经被火化下葬了 就算身体里有弹头 经过高温也都已经遭到了破坏 开关验尸实属下策 经验丰富的布朗博士 在听闻肯的推测之后 估计也在想 你俩在这搞笑呢 我这多年的老法医 会连枪伤和殴打伤都分辨不出 虽然一时是无法接受 但他依然愿意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虽说这个情况非常罕见 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通过分析大量尸检师所拍的照片 最终他认同了枪击的这个猜测 将死亡原因改成了枪杀 布朗博士也承认了 他的验尸过程中出现了巨大失误 最终的分析结果是这样的 子弹从格雷格的阴囊处进入体内 因为阴囊处的皮肤薄且有褶皱 所以让弹孔看上去很小 不像其他部位明显 很容易被人忽略 子弹对肝脏 胃和肋骨等部位 造成了穿透伤之后进入了心脏 所以右心房上留有一个小孔 子弹很可能就留在心脏部位 由于子弹穿透了墙壁 速度有所减缓 所以没有在撕着皮肤和衣服上 留下煮烧痕迹 法医更改了事件报告后 警方立即赶到了威斯康星州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传唤了当时住在349房间的两位电工 兰斯穆勒和迪姆斯坦梅茨 以及当晚在他们房间一起喝酒的 特伦特·皮萨诺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 在诸多证据下 电工迪姆扛不出压力 如实交代了案发当晚的情况 他说 当时停电后并没有影响他们喝酒的性质 房间照明恢复后不久 喝嗨了的兰斯 飞让特伦特去他车上拿瓶酒和一个包 包里装着的是兰斯的9毫米口径手枪 特伦特回到房间后 兰斯就从包里将枪拿出来把玩 对着我们乱指一通 突然砰的一声 枪走火了 随后他们身后的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小洞 兰斯吓坏了 立马将枪放回包里送回到了车上 事后他们还贴着弹孔附近听了一会儿 并没有听到隔壁有什么声响 以为隔壁没人住 去放心的去酒店的酒吧喝酒了 深夜回来的时候 听到隔壁348房间里有人咳嗽 这更让他们坚信问题不大 第二天上午 当他们得知348房间的客人去世后 也是极为震惊 但听到别人说 可能是死于某种突发疾病 就放下了心 不过兰斯还是有些后怕 所以他用牙膏和餐巾纸将洞口给堵住了 并叮嘱我们不要将这件事告诉警方 迪姆所说的情况 警方随后也向特伦特证实了 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 在枪走火后 兰斯拿着装有枪的背包离开酒店 没一会儿回来时 包就不见了 这符合迪姆所说的 去车上放枪的情形 在两位同事都招供的情况下 兰斯也只能招任了 2012年10月 开枪的电工兰斯穆勒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兰斯至少要服完一半刑期才有资格获得假释 假释期为5年 至此 这起轰动一时 结局却出乎人意料的完美密室谋杀案终于尘埃落定了 世上没有真正完美的犯罪 其实真相一直就在我们眼前 只不过还没有被发现而已 所谓推理 不过就是把重要的细节放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